国内精神分裂症的年龄层逐渐的下降 甚至是尤其好发在青春期的少年 还有才刚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 导致行为偏差 不过最新的研究却发现 如果长期摄取鱼油内含有的Omega 3 竟然可以有效地预防罹患精神分裂症 Each with a different name So my question is Who am I speaking to now 电影24个比例 故事描述美国史上第一位犯下重罪 结果获判无罪的嫌犯 因为他是一位精神分裂病患 如同电影主角 昊发年龄在青春期以及年轻成人身上 得以药物控制病情 不过现在有报告指出 服用青年的Omega 3和安慰剂比起来 Omega 3能大幅降低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 这个预优就是过去在这几年来 比较被研究多的 认为可能有具有抗发炎的效果 因为精神分裂患者 细胞膜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比较低 缺少Omega 3和Omega 6 鲑鱼和沙丁鱼都有丰富的鱼油 是与严重型的 不管是哪一种的精神的疾病 还是有必要来求助专家 摄取鱼油补充Omega 3能预防罹患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 但精神分裂没办法根治 医师提醒还是得定期回诊 双管齐下稳定病情